今天有全新的新品直播 中間混搭一些玩款 我們今天直播的款式 大概有七款是新款 搭配一些不同的夏生 還有新的鞋款的單品 我們會比較偏夏天跟秋天的商品 稍微混搭一下 讓大家感覺一下層次感搭配 第一件我是...上等下 我們這次新的真直 上週就已經先上了 因為上週有先上的真直款式 這款是加兩件的 這款是密白條紋的 它有四五種顏色 大概有四五種顏色可以讓大家選擇 然後我現在選的是這個狀色 我想讓大家比較好可以看到那個整體的質感 還有中天最喜歡秋冬 最喜歡的單品 基本上是皮款的 夏生啊 短褲啊 皮褲啊 還有皮裙 通常都很受歡迎 那我想要混搭 稍微硬一點點 輕鬆一點點 然後又可以結合上班同期可以搭配的一些單品 那我現在搭配也是夏生新款 然後第一次出鬆緊帶的PU裙 因為一直都沒有找到喜歡的稍微膨感的 那因為膨感的這種花款是 第一個 因為它很胖 會看起來比較胖一點點 那這一款的話 我實際上穿起來沒有特別瘦 但它也不會讓你看起來特別胖的感覺 然後我自己是還蠻喜歡的 重點是它鬆緊帶還蠻友善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肚子比較豐滿一點啊 都沒有關係 這個它鬆緊帶是還蠻友善的 然後你上下可以穿稍微高腰一點 然後低腰一點都可以調整 那我現在等一下會調整給大家看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這個細節 然後這一款呢 加兩件 所以它會有這種兩層的感覺 那我現在身上這個黑白條紋 那裡面襯的這個針織一樣 是同樣材的 可是白色的 所以我配黑色的PU的長裙給你看 那這一款呢 是有口袋的 所以比較隨性 然後它是不會有空圓形的感覺 所以它強調的是整體的氛圍感 然後它下面的裙子是比較偏 有點賀本裙的感覺 不會特別顯瘦 它就是有點膨感 然後整體感覺比較實毛 比較復活的感覺 然後往後退讓大家看一下整體 所以它鬆緊帶的部分做的滿滿友善的 然後旁邊這兩側的話 就有做一個這個口袋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很隨性 所以會有點優懶優懶的 所以它PU的材質都有那種皮裙 通常會看起來比較時髦的強烈感應 這一款它算是比較愜意的 看起來比較隨性一些 所以你上面可以再打一些比較輕鬆的T恤啊 連麻啊都可以 長度呢你可以穿高一點 低一點都可以 那像這一款如果我本身現在上面是想要搭桥可愛的端板的商品 就會拉高一點點 那現在這個是正常長度 那這個呢 針織這個它是可以把它拉平一點的 像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把它旁邊抓住 拉起來一些 整體感的範圍就是會比較隨性一些 那這個針織這種兩家兩件 我其實還更喜歡搭配的是牛仔褲 因為我覺得整體看起來就是會立刻好像會打翻補 因為它有層次感 所以它整體就會會複能感蠻強的 那我往後推你們再看一下整個感覺 還有它的彈性材質 還有它的彈性材質 往下穿的是這個白色的 它很白是偏米白 然後它就有點真質感的 那一樣裡面配米白色的 然後配也是這個咖啡的裙子 它配裙子的話整體更為會比這個再溫柔一些些 那你可以自己 像我自己的話 像我皮裙 我會搭小香蜂的娃娃鞋也很可愛 就是平常你搭配的樂福鞋 你有沒有弄到土豆豪油 你有沒有弄到土豆豪油 這個白色的 它是一樣是兩件的感覺 那搭配一個咖啡色 我覺得秋天的感覺會氛圍感很強 然後可是呢其實像這樣子 不要條紋然後這樣講 我覺得它會有一點點無印感 其實很舒服 然後看起來我們好相處好人員的那種 基本款的單品 那你可以自己混搭 然後想輕鬆一點 配白短褲啊 面罵搭 你這樣整體感氛圍感會完全不同 那我現在配這個 咖啡色的 深咖啡的P群 那我搭配 然後搭配樂福鞋給你看 那樂福鞋跟穆勒托都可以 然後兩款讓你感覺像混損感不一樣的感覺 一根是這種 這個之前就介紹過蠻多次的 是穆勒托鞋 那咖啡米色會配米杏色 就是會很搭 然後另外一種是像這樣子 就真的是咖啡色焦糖色的感覺 那我搭配給你們看 因為它是比較同色系的 它會有一點點 漸層感 那漸層感然後它的那個P血的氛圍啊 我那為什麼喜歡樂福鞋 它前面的炫頭炫型 是有點小圓肩 或是有點方頭的 整體感看起來就是會比較顯色修身 那你很好搭配你平常上班的一些單品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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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阿樂服型就是我覺得很適合上班的感覺 那你看它下面是有點焦糖偏焦糖色 可是我的皮皮裙新款的這個是有點深咖啡 讓它整體沒有它的配色還是很好看 用米色這邊到這邊的那個咖啡焦糖 整個漸層感覺也都很好看 那我往後退讓你們看一下我搭米杏色的木耳圖 然後整體桿 包吻桿會比較強一點點 然後同時呢你會把它拆開全部自己搭配 那你也可以搭米杏圖 其實我還蠻推薦 其實如果你有襯衫啊或單尼 都可以互相混搭去搭配 那我就往下介紹 接下來這一款是綿麻的綿麻蓋 就是有點偏亞麻的一個套裝 那它是系統外套 因為我找你亞麻的外套真的很辛苦 因為亞麻原色的外套其實真的不好找 那它這一組好像是整個套裝的 那它是偏長白可以蓋到屁股 那秋天最重要的外套 蓋到屁股的話 其實真的會比較難找一點點 就是亞麻的 那它後面的短闊的部分 還是有鬆形帶的 所以大家比較不用賣一尺寸 所以它是整套一整組賣 但它是有分XML的尺寸 有問題的話都可以問我們 這個呢 材質上面 可以讓你們看一下 它的CP值也是蠻高的 然後它的質感很好 那比起另外 我們夏天賣的這一組 因為夏天主要是來自於 布料通透一點點 涼快一點點 那秋天的話 風能感會比較強一點點 那布料的那個 嗯 枝啊 它的那個 它上面的這個綿麻 厚度會再增強一些些 所以它分量感會提升一些些 被膠會高一些些 那可是它質感呢 不會讓你們失望 那它的藥配是這個短褲 我等一下一整套穿給你們看 然後一樣可以分開搭配 但它這一款是一整組套一起賣的 好 然後 喵 我裡面呢先搭配一個這種小可愛 因為條紋呢我覺得配啞巴的感覺 因為它會比較鬆弛感一點點 我想要配一個比較髮式的可愛甜美一些些 綜合一下我覺得看起來比較暗一些 那它這個呢褲子的地方 我覺得版型你們等一下可以 我先配這個小可愛這樣 讓你們看一下整體感 先看一下褲子的版型 那這邊它是有做一些大遮 然後裡面是有內敏的 那我往後推你們看一下整體的味道 我現在穿的這個小可愛啊 它是平口的 然後裡面是有做襯墊的 它這邊會有個五連結的造型 那這個就是買來給你們搭配 我覺得很方便的很好穿 那如果有胸部特別豐滿的朋友 這個啊 其實我覺得它這個鬆緊帶還蠻緊的 那我大概三二四 我自己穿都還蠻安全的 那如果你胸部真的比較偏豐滿 你們可以再加一個平口的內衣也OK 那我的話就直接單穿了 那很舒服 它有那個鬆緊帶 那因為它有一點點可以近看讓我們看一下 它有一點針織感的 BRA TOP的感覺 所以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整體感 我想要讓我們看去 有一點點雖然露出來 是讓我們想讓我們看一下 看到麵媽 有點像度假風的感覺 所以我發現大家是不是很喜歡整體的套組 大家也覺得很方便 然後會餵 吃到你們的會餵比較多 然後感覺大家比較滿意 這種直接幫你們配好的感覺 那芽麻感 它本身呢 芽麻感的鬆米單品呢 它本身就是會有這種芽麻的觸感 那它因為它還是有一點點芽麻在裡頭 所以不會到那麼粗 可是它是會有芽麻感一點點的感覺 這樣我覺得我自己是還蠻能接受的 你看裡面的話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外套的這個地方 裡面呢 大概是做這樣 等一下近看給你們看 我換這邊好了 它是像這樣子的感覺 可是它的 我覺得它的棒數跟整個 感覺 布料呢 車髮 我覺得還蠻精緻的 然後褲子是一樣的 顏色一樣的材質 所以不用擔心 然後往後推你們看一下整體感 這件外套我覺得 我會完全為了這個外套買這個 這套的原因是 因為 綿麻 牙麻 外套 原色的 真的很難買之外呢 嗯 超過屁股的 就是它的這個長度啊 超過屁股的 真的 也很難找 然後 往後推讓你們看一下整體的氛圍感 就是 剛剛好直到屁股 然後又是整個套裝 所以就是 第一個顯瘦 然後好搭 你如果混搭西裝褲啊 長的白褲啊 油彩褲也都很好看 就是 這是我這一次搭配的 那這個 如果裡面配白色T恤啊 也OK 也很好看 就是最簡單 很歐密感的穿搭 那要搭博客一點 可以搭配坦克背心 簡單的 綿質的T恤都很漂亮 好漂亮 我們會介紹蠻足嗎 可以整套過嗎 因為它這個真的很好搭配 OK 再買今天瘋狂條紋的系列 入秋了 這個條紋單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之外呢 它是很容易 譬如說皮外套啊 夾克啊 風衣 毛泥外套 一蓋一蓋 不要秋冬穩住 一些外套 條紋真的是夏天冬天都可以 完全 呃 很有風格的一個單品 那我現在穿的這個 拿的這個呢 它是 一定是有點認真 有點 針織 有點厚度的 然後去日本啊 去韓國的朋友 這個可以背起來 那它的有兩個顏色 藍色 針織條紋 很藍色的超美的 這個甚至平常可以拿來當披肩啊 也可以拿來用 因為很好搭配 然後它是圓領的 那最近它好地方在拿 很適合上來怎麼買 因為呢 它是合身的 可是它是有彈力的 有的時候 它是會整個順你身形的 非常標準的基本款 整隻的版型 然後我搭配的是 一樣 大濕色 這種 深丹寧加折型的這種 丹寧褲 整體感 就是立刻英文脫 然後再搭配上做 立刻出現 就是 大樹好評的 風衣外套 插滿風衣 然後英文風衣 這樣一整套 搭配給你們看 就說了 對 好 好 嗯 好 可以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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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沒有發現它是最經典的那種圓領的 然後彈力很好 這個有請公司裡面的妹妹都試過 ACML穿起來都沒問題 長度彈力都很好 它這個是很舒服的那種針織 然後它有一點厚度 所以非常適合全天一定要囤的那種良品 然後它的狀色 藍色跟白色都很有漂亮 然後我這個我個人非常私心 覺得一定要買藍色 因為藍色深藍色真的 藏藍色加條紋真的很漂亮 然後我現在要配娃娃鞋 這個給賴褲讓我們看一下 然後呢 把它扎起來讓我們看一下 然後這樣 然後往後推你們看一下 它本位好 我穿封印給你們 搭配給你看 看我們看一下 這個個子小的朋友可以扣小一點點 然後這個可以塞進去 我現在暫時先不塞 然後我們看一下 用到這個最窄的地方呢 可以扣到最窄的地方 然後可以往上 你就可以會有那種拍照的效果 它得有點收腰 像皮帶一樣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長度 這個蜂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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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它是有分XMATEL的直層 就拿一個直層就可以 我穿了蓝色给你看 我穿了蓝色给你 好 藍色的 藍色的 藍色有没有整个一个 整个冰更瘦一点点 然后它就很调和的 往后推让你们看一下 这张蓝色 这张蓝色 然后如果现在选择困难的朋友 如果还没有那种深色的 我建议这个蓝色简单一个 非常的好看 然后选择 比较经典的单品 所以永远都不用它 就怕它会退流型 然后第二个是风衣 我都会找长版一句 因为看起来穿起来蛮显瘦 又方便 然后可以穿蛮久的 因为台湾的天气 有没有发现硬冷又突然超冷 然后平常就还好 那你平常的话 你就可以骑车啊 或是虽然会觉得有点风 所以我还蛮常用到 但真的冷的时候 风衣也很好用 因为它非常防风 所以里面加芭蓝 然后简单的针织 防御的一些寒冷的衣服 其实它是可以穿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喜欢穿高脸毛衣的朋友 风衣也非常好用 尤其我出国的时候 真的很爱穿风衣 或这种大衣型的像这种 它这样一件 然后穿起来有手 然后会很防风 其实里面真的不用穿什么 然后到咖啡厅啊出国啊 就脱下来 里面的那个衣服 会让你觉得太热 再来呢 今天要先介绍一些这个 新款的衬衫 那一直以来我都比较喜欢 要么就是非常正式的衬衫 就是V0啊 就是大家通勤里面会穿的那种 最简单 你看到银行员啊 或是一些 比较正式的 或一些员工想要穿的 或是比如说 事务所里头 你会穿的那种 西装外套里面配的衬衫 V0的 没有脸子的 或者有脸子都可以 那我这一件呢 特别是拿来做什么 今年因为 这几年 老前锋1900年代 都会回归 所以减约款式的东西 一直回归 这个呢 很像是 有时候我们看到 那种 银行啊 里面Rachel很爱穿的 那种衬衫 它呢 其实算是正式感 可是呢 它长度比较长一点 它要拿来干嘛 拿来 让你混搭 然后你平常穿的时候 又OK 那它这件我应该直接示范 你单纯因为我睡到不行 它有点修身 不是那么大件的那种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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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左边比较肩 嗯 你仔细看 好像会有一个羞身打揪 的地方 它有点衰甩 的 其实我觉得我会印象到 有点马术感的那种衬衫感 那这个我会拿来配 有点合身的 这一件呢 会建议 giờ Quando 你會不會太豐滿的或是比較熱型的這件JAPEAS 可是如果是XM朋友 我覺得這件如果喜歡這種豐滿可以參考 那這個呢拿來搭配簡單的牛仔褲 上版很好用 因為非常的有學風 就是高級知識分子風的感覺 那這個呢有穿有技巧 你就拿這個呢的襯衫下面要打開 那我等一下教大家怎麼穿 夠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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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多朋友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旁边为什么要这样 其实他真的搭短板的那种马甲背心很好看 那你平常的时候你扎 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后面 那你等我一下哦 他本身是人字文的这种基础款的真纸背心 然后下面也做缩口的 那它其实对我来讲是有点微松加短板大概是超过它大概是拉链 因为刚刚破拉链的一半超微半了那这个呢往下看这个地方要稍微稍微做一点点修饰 领子的地方啊你穿的时候把它拉出来一点点然后这个地方不要扣不要扣然后这个地方不要也不要扣这个地方你中间要扣的地方稍微固定一下你就扣两个就好了这两个地方要打开才会有知识分子风的感觉 它就是会有点随性感可是它又是比较整实的氛围 然后你这个地方可以要扣不扣都可以 我往后退让人看一下 那这个有两个颜色一个是灰色一个是橘色那我现在穿橘色给你看 所以脱色的感觉是不太一样那你也可以下运配西装过温的像我一样配牛仔布都可以 脱色的感觉是不太一样那你也可以下运配西装过温的像我一样配牛仔布都可以 那你也可以全部这个圣诞这些夹里去搭配这个也OK 然后或者说嗯这个直接单穿会被T恤长袖T恤圆领T恤也都OK 再买新的款式一样是这种背心式的那种搭配马甲 这个呢它是有点流苏感的然后拼接丹鸣骨很可爱的一件背心 那这个它是完全小像风它的整个氛围感就是会比较随性 那有点叛逆的感觉那我这一款呢想要搭配白色牛仔布给你看 那白色牛仔布这个是新出的那它一样很包吞一样弹性很好 裙内尺寸一样都OK就是很舒服然后是九分的那我会搭配两款的外套 让我们看一下看着吃 看着吃 看着吃 這個啊 想像貨王這一件 可以看一下它的那個孔子 孔子還蠻精緻的 然後它就會有點帥氣帥氣的 一種流蘇拼接 它是真的拼接丹寧的 像這樣子 那它的份量感 我覺得它算是有點輕輕的感覺 不會讓它感覺太厚重 那我覺得很好搭配 然後你可以配裡面整紙啊 然後把它互相層次這樣搭配 那我一樣配這個健寧的這個襯衫 秋天的層次感搭配 你可以配針織 原來T恤都可以 它份文感會不太一樣 然後也蠻幹練的 然後如果你自己感覺 想要輕鬆一點 我很推薦配圓領的T恤 然後有點寬鬆也沒關係 有點臉頭的棉麻的T恤也很好看 然後像這種比較 我覺得有點帥氣的 你可以搭樂服鞋 然後你可以搭穆勒拖鞋 也都很好看 你有什麼帥 有什麼帥 這給我 有什麼帥 有什麼帥 你吞進去 有什麼帥 有什麼帥 你沒有什麼帥 還沒什麼好 那這次 我已經有空 你不可以 有什麼帥 就這樣 飯 要再拿 剛剛這邊 我剛剛戴耳環跟不戴耳環的感覺 像這種有一樣單瓶的 會這種隨性的簡單的衣服 我都會建議大家一定要戴個耳飾 或是簡單的項鍊 真的差很多 臉會看起來比較小一點點 然後整體一個氛圍感 會比較統一 很簡單 你就用簡單流線型的這種耳環很重要 尤其長頭髮女生 尤其臉比較圓的女生 這個是很重要的 OK 好 再來 這個 圓領的針織 這一款呢 是最新出的 它比較軟一點點的 很舒服 然後我想搭配吸引牛仔褲 然後配上我們精靈款的單瓶外套 然後 先讓我們看一下這個 氛圍 它其實有點微鬆的 然後圓內 然後這個 然後彈性很好 所以完全不用擔心 然後往後退讓我們看一下 多多多貢獻 超多貢獻 很簡單 我們可以當初 這個外套呢 它其實有一點點微...微鬆 然後呢... 有一點微鬆 然後它長版的 然後它的單紋布 可以看是這樣 顏色很漂亮 可以條紋 真的 不管是風衣夾克皮外套 這種單紋外套配條紋都很好看 然後你看 配白色的 也完全無違和 往後退讓我們看一下 1.2 四個層 1.2 四個層 2.3 層 1.4 層 2.2 層 1. 層 3.4 層 2.2 層 3.4 層 1.5 層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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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1.5 我會想每天穿的那種款式 很簡單 就兩三件顏色 然後整體的氛圍感很強 就是完全很輕鬆 很髮飾很簡約 你完全你不用想 就可以真的是這些單品混搭 你隨便抓 然後我也推薦像這樣子條款式 直接加黑色系統褲也很好看 就是完全加了骨鞋 但是之前我最經典 就是賣通過500件的這個熱銷套組 完全好評不斷的那種 因為這個啊 真的是誰穿都OK 就是非常要 像這種我覺得要科學式的穿法 其實前面的人都有教我們怎麼穿 我們就試試看 就真的是每一個人穿 第一個它簡單 然後不會退流型 然後風格也會很明確 就很簡單的走在路上也很舒服 其實任何地方也都不會覺得很奇怪 然後也很蠻得體的 然後整個感覺是會有比較舒服的感覺 然後整個感覺是會有比較舒服的感覺 卡其 就那種性卡其色的這種群 其實大家都會 每一季大家都會出 可是任何找到漂亮的路容 加上 我最怕的就是 那西裝酷 我西裝酷的版型 E-LIGHT 我都希望可以配上腰帶 因為腰帶真的可以完全緊織 像我臀部比較寬 腰比較細 這種比較圖搭 比較容易有困擾 這個呢 又好造型 戴上去又立刻 好像縫紋感很強 又很有打扮的感覺 那你要用不用沒關係 然後這款一樣 就是有配的皮帶給你 我覺得非常方便 然後一樣搭上這個 我現在這裡面的針織給你看 好吧 卻要幫你 друзья 你 要 這邊 這邊 雙 金顶款的 針織 然後就是高腰的 然後它有分尺寸X跟L 所以不用擔心 那我就穿X的 那因為它比較高腰 它在肚臍的上面 所以比較不喜歡 胃太緊的朋友 因為往上拿一個尺寸沒有關係 你剛好基於是兩個尺寸中間的話 那你就直接拿大一個尺寸是OK 因為反正它有平台可以調整 那我現在搭配 因為最近日系風突然串起 我覺得回歸一個 比較日雜感的 很清新的感覺 然後下面呢我想要配一個高跟鞋 不過高跟鞋呢 它這個 一個漆皮的感覺 它也有霧面的 其實它是斷面的 比較低調的感覺 但是因為今年非常流行 安可拉紅色 就是真的很可愛 有點馬力針感 可是它不是馬力針 那它是窩鞋式的設計 因為去年就有窩鞋 我賣得非常好 因為它很好走 然後它造型感也很強 那我現在搭配這個 雖然它是比較 無印感的 你感覺好像比較 林家女孩風的感覺 但你搭配這個 整體感覺會比較升級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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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這個群長偏長 但是以我的小鴿子來講我覺得還OK 然後穿的位子在肚臍的上方 所以比較高一點點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它配這個高溫鞋 就是會立刻會比較支持感一點點 我配黑色你們看 我等一下會配西裝褲搭配 這個群白是蠻有分量的 然後它是有打折 加上這個腰帶可以這樣整體感 我覺得非常棒 然後如果應該找這種長裙 然後你想要顯色要好搭 然後各種風格可以穩搭的 這個襯衫也可以 綿麻的也OK 就是比較森林系的那種綿麻也OK 然後比較度假風也OK 然後像我這個針織就不用說T恤 圖T 你想要可愛一點點的也OK 那我像我今天這樣搭配的話 整體就是會立刻舒服一下腿的感覺 所以我會覺得很瘦 很瘦 遮屁 然後唯一它因為它比較高腰 尺寸覺得要稍微看一下 那胃圖比較嚴重的朋友 尺寸在界尾中間的朋友 直接拿 往上拿一次 因為它有腰帶可以讓你調整 好我繼續往下介紹 今天是條紋大盒子 這幾款T恤 都是敲完款敲到不行 所以我必須要混搭這個新品給大家看 全部一概全部都是條紋 那這個呢 我先要介紹這個 我已經穿兩三座了 這個是T恤的鞋巾裡的T恤 然後它旁邊是有抓走 然後我配一個新的好眠褲 因為秋天來了 大家運動 想要換穿的休眠褲 就會想要再有一點份量 比較秋天一點的 不要那麼涼的 那我其實這次穿的是比較偏 微真質感 可是它是綿質的 一個垂感比較重的一個綿褲 那我自己也是很常穿去運動 這個呢 基本上我覺得呢 它的整個感覺會比較偏涼一點點 可是這個褲子呢 我覺得穿起來是比較沒細亂的 可是因為它很舒服很涼 非常喜歡穿去那個健身房 就是平常穿個球鞋 穿那個T恤 就可以出門了 所以我可以穿去那些 可以穿去那些 一定會試一下 那可以穿去那些 那可以穿去那些 都可以穿去那些 它們的一種 也不是很常穿去那些鞋子 但我們可以穿去那些鞋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立刻消解結封 很清新 那我這套呢 真的 它這個配色其實原本比較含一點點 可是穿起來 我個人覺得比較偏美系 很輕鬆 然後比較加粥感 然後很陽光的感覺 那我下面這個啊 它是織綿的 綿的才能不能濃度很舒服 然後它的垂感也蠻重的 所以我覺得穿起來很鮮瘦 那它這個彈性的 我往後退讓你們看一下 那它對我來講 褲巢是落地 所以我都穿LFOX球鞋搭配 對我來講比較方便 那我現在先配那個得訊鞋 就是先示範鞋尖的 你不想弄那麼多 然後想要平肩的 而且它這個最好的地方就是 它的肩線的地方不容易跑起來 所以我完全覺得 它就套得很輕鬆 很舒服的感覺 那它這個地方是有拉伸的 可以稍微做一下那個垂感的部分 我覺得很顯瘦 然後它整體的真的會被蓋起來 然後它整體的真的會被蓋起來 所以都不用擔心 然後接下來這一款 然後接下來這一款 這一款呢 譬如說它尺寸的話偏小 所以呢 會推薦一聲要不要管我購買 那它這個呢 上衣的部分很漂亮 但是我盡量直播穿給你們看 但它其實看不出來 你必須要看視頻照 因為它非常的很近很近 因為它黑色 然後它是很漂亮的 我今天呢 會先用 呃 反正我等一下先盡量穿給大家看 因為穿白色的內袋啊 就會透出來又漂亮看到花紋 可是我一直又看到它的那個質感 所以它非常非常美的一件 這個我穿上去 我就立刻覺得我女人會爆身 就是立刻急身 就會覺得 哇 今天真的會彈鋼琴還是什麼的 非常美 很推薦就是 中央場合的時候 穿也蠻得體的 然後你看 我很大 那我自己的話 很喜歡白色的內袋配這個蕾絲去 那我等一下放下來 讓你看一下 它的質感 有看到嗎 它是很漂亮的那種 繡花 有點流蘇感 小香味很重的那種 然後它其實啊 只有五點蕾絲拼接在裡頭 然後還有紗 鋼跟紗 有一點點這個 霧帶會整個讓你看一下 因為它是不同的材質去拼接的 那它非常美 它裡面的話要加小可愛 不然它有點微透透的 然後再拿到這個 它在發吃 很漂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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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